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对方建议我 每次在外面吃晚饭都会打包 李北霞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 就有时候我出去吃火锅 就点菜有比较多 然后我就会把剩下的 让服务员打包起来 然后回家放在冰箱里 但你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意见 就火锅有可能 比如说肉没有蒜王 我会蒜王然后带回家 有些人可能 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建议 小家子气就 现在大多数人都有这个自觉 不浪费东西 我在这方面已经进入到 有一些变态的领域了 同事一块吃饭 全让我点餐 是不可能点多的 但是你不能老 你老霸着点餐 比如同事要点餐 你不能拦着 一不小心点多了 我说来 你打包带回去 有人说 我说吃完 他吃不完 我说吃完打包带走 他说不要逼我吃了 打包带走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他们会不会骗我 他说打包 出门把他扔了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我说你们打包带回去的时候 吃的时候 视频给我看 24号 我是那种 我会打包 而且我会是很自觉地 就会去打包 但是回去之后 吃不吃可能就忘了 你会介意吗 我不会介意 我会吃 漂亮 23号 虽然你打包带回去了 我可能不会吃 但是我可以给你准备喝的 比如说我们的俊乐堡 长知智了 知识酸奶 好喝的 想哭 谢谢